接著關心國內籃壇 近幾年台灣的好手紛紛轉戰大陸CBA 現在連教練也一個接著一個被挖角 不少球員就認為是因為國內起籃壇的制度 還有薪資條件的關係 而CBA球隊多 強度高 大家都想去挑戰看看 小野獸陳世念三分瞄框穩穩投進 現在這個畫面在SBL賽場上早已看不到 台灣籃球好手紛紛吸進大陸CBA 現在連率領中華南籃多次斜向亮眼成績的 許靖哲教練也確定加盟3C粉舅 出任總教練一職 不論球員或教練都想挑戰更高籃球殿堂 當然很棒 因為每個領域有每個領域不同的方向 就是從台灣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也是不錯 對 那就是也很鼓勵 也是也很支持他 然後我覺得說 不管球員或是教練去那邊 我相信都是因為我們的專長 我們的技術被人家肯定 所以我覺得很希望就是 有更多的人可以去挑戰CBA 大陸球團不洗砸重金 以進高三倍薪水 找來台灣球員教練駐拳 而CBA制度職業化 球隊多 強度高 這些都是國內聯賽所不及的 雖然說技術水準方面 我們台灣這邊不輸 可是那邊真的是 職業化的一個經營模式 畢竟那邊強度強 比賽場次差不多 但是至少薪水高 不過我覺得去很簡單 但重點是你怎麼如何在那個環境 留得久才是問題吧 人往高處爬 職業球員生涯有限 教練也想突破現有格局 大家都往更高層級發展 期盼能更上一層樓 挑戰自我極限 由DNTV 甘邦姐黃一姐綜合報導